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发达了 太多的资讯进来 现在的小孩子不像我们以前这样子 笨笨的 现在的小孩子是 看得太多 听得也太多 而且诱惑的东西太多了 所以我就有个朋友说 现在都不能打骂小孩 一打骂小孩 小孩说 不要去打113求救 该怎么办呢 你看到的确实连正当的管教 孩子都可能说 姐姐 你赶快打那个电话号吧 我以前还曾经碰过一个例子 也是很类似 就有一个爸爸有一天赶着要出门 那必须要带孩子出门 那这个孩子因为动作稍微慢了一点 爸爸后来实在是很急了 他一急之下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你再赶快 我就不带你去了 你就给我留在家里 结果你知道吗 那个小孩才大概七八岁 年纪还小 他就跟他爸爸讲说 好啊 你把我留在家里 总统就会把你抓去关 因为他对儿童福利 就是很变断的从 很变断哦 对 你看他其实并没有办法 孩子在小的时候 没有办法完全清楚 什么是正当管教 什么是叫做虐待 可是他已经知道了 爸爸妈妈打我 骂我不见得都对 所以为什么现在的父母 常常很感叹 因为我们觉得 我们是最倒霉的一代 为什么 当我们以前 当人家的小子的时候 当家里的小孩的时候 是爸爸妈妈最威风的时代 然后我们好不容易 终于等到我们可以当 那个威风的那一个人了 爸爸妈妈 偏偏时代已经不一样了 现在是小子比较威风 对不对 那不过刚刚书伟提到 其实我这么多年 在从事亲职教育 我自己感触很深 也就是说 现在的父母 确实他碰到困难 也就是他没有办法 再像以前的父母 只要把威权拿出来 我是老爸老妈 我说了就算 只要拿出来就OK了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这样 可是相对的也促使我们 我们真的去好好的思考 到底怎么样跟孩子互动 怎么样跟孩子说话 怎么样管教小孩 是能够第一个保持 彼此之间的感情是好的 然后他又能够真的变得更成熟 更棒 那我觉得那是一个机会 让我们去检讨 那这个当中我们就发现 其实是沟通的品质好不好 决定你的管教有没有效 就是说沟通 不仅要沟通 而且要好的品质的沟通 不好品质的沟通 其实搞不好还是要扣分的 没错 那这个秦亮呢 你自己 因为他小孩其实已经很大了 不要看他 他已经很年轻哦 但是小孩其实已经蛮大了 但是在教养小孩的整个过程当中 有很多的这个心路历程 有没有可以分享的 就是在跟孩子沟通的过程当中 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吗 其实因为我两个小孩 特质截然不同 对 所以呢 那时候管教老大的时候 我是那时候因为 我几乎都还没有开始上 上老师课 所以我通常真的是比较威权的 在管教他 那后来我就发现说 这样的结果就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对 那甚至到了他比较大 小时候非常的乖 因为呢 因为我就自认我自己管得很好 对 他是非常乖的坐在那个 那个高椅子上吃完饭 别人都跑去玩 他就是不可以下去的 可是到了高中以后 我发现他非常的叛逆 那后来我会慢慢发现 我自己的一些管教的问题 还有大概就是没有给他一些空间 所以后来我就真的慢慢调试 调试了以后 老二的状况就跟老大就非常的不一样 是 那当你发现你的沟通管教方式 可能可以在更好的时候 你小孩子也发现到你的改变了吗 有 开始小孩子本来就是一直生闷气 然后几乎都不讲话 就是我们几乎没有什么沟通 没有什么对谈 可是他就是要听话 那后来我调整了以后 我觉得他们愿意慢慢地把事情告诉我 那我会用一种比较柔软跟聆听的方式 先就不去否定他们的看法 或者是他今天做了什么事情 对 那我们发现说 现在孩子就很愿意跟你说一些他的事情 甚至他交女朋友的事或者是 对 一般很多人到青少年起之后 就会避免跟爸妈谈论一些问题 例如说在学校交的朋友 他男女朋友有没有交往 或者是比较私人的这个部分 会觉得我跟你讲 反正你也不会赞同我 或者你也不会支持我 所以我就觉得我妈妈很厉害 我妈妈都可以跟我姐姐的男朋友 变成好朋友 我妈妈 因为我妈自己是国中老师 她自己教公益的 我妈非常开明 她就跟我们讲说 交朋友都要带回来给我看 妈妈就可以帮你们看 她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男生 然后我们都会带回去 就有时候分手了 那些男生跟我妈妈变成好朋友 我妈妈还要安慰她 所以我们这样我们就很愿意跟她讲 那即便就是你可能觉得 你真的走了一段冤枉路或什么之类 可是你就觉得 妈妈还是会站在我这边 虽然妈妈还是会念两句 可是你知道妈妈永远会在那个地方 会支持我们 所以我觉得沟通跟那种 让孩子感觉到 你支持他的心意还蛮重要的 对 而且其实沟通还有一个好处 它也可以让爸爸妈妈 真的是比较安心跟比较轻松 为什么 其实像我们家里也是很开放 所以我两个女儿在青春期 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他们喜欢什么样的男生 对谁会动心 在我们家都是很自然会谈的 那他们也会谈到他的同学的状况 那我常常讲 爸爸妈妈只要不要太急 你愿意听 很多时候很好玩 我常常讲 我们那小女儿常跟我讲 他讲 妈 我告诉你 我好心理 某一个男生 然后讲完之后 他就会跟我说 你放心了 我国中不会谈恋爱 因为他其实他自己 整理整理之后 他就会说 我虽然很喜欢他 但是我觉得国中 真的不要谈恋爱比较好 就是说其实你愿意多听 有时候你会发现 孩子其实自有他的判断 那如果你光是一听说 他好喜欢某人 你就开始紧张 不准交男朋友 你知道吗 青春期的孩子 你越叫他不要 他就越要 那所以也许我们下面 可以来用一个小活动 让书伟来体验一下 也让这个观众朋友 来体验一下 真的沟通 到底有什么样的品质上的差异 好 那我们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故事 这其实是我们家真实的故事 OK 我们家大女儿小时候 五岁的时候 有一次呢 因为有一位国外的教授来 那我们要接待教授呢 就全家一起去吃饭 那其实当时 吃的是正式的料理 结果呢 女儿呢 也不太看得懂那个menu 一上来她就说 哦 我要喝这个东西 她就点了一道汤 因为名字看起来 很好喝的量 其实她一点都不爱喝汤的人 那当下呢 爸爸因为要大中脸 充胖了字 因为客人嘛 所以我们家爸爸就说 嗯 好 给你点 结果汤上来 我们家女儿果真 喝了几口之后 她就说我喝不下了 嗯 结果当下呢 爸爸马上就讲了这一句话 好 那书伟你现在就当我女儿 好 我现在马上跟你讲一句话 嗯 爸爸当下就说 你今天如果不把这碗汤喝完 我下次绝对不再带你来 哦 好 那我们再示范另外一个版本 我们请这个已经改过向善的 请亮妈妈 来示范一下比较好的沟通版本 好吗 来 你把汤喝完 爸爸就会再带你来啊 哦 这个舒服多了 舒服多了 那我们看一下这两张 两句到底什么不同啊 来 我们看 这两张对孩子的规范 有没有一样 有喝完你可以再来 你点的东西都有吃完 你可以再来 你没有喝完你不能再来 这两个规范有没有一样 规则 差不多嘛 是嘛 对不对 规则是一样的 可是我们平常很习惯 这个叫做负向表述 用负面的 用否定的方式来表现我们的规范 那这个叫做正向表述 如果你能够做到这里 那你就会有什么样的好处 你如果没有做到什么 你就没有好处 可是我常讲 你看这两个 有没有很自然 同样管教小孩 你是有规范不是没有规范 可是来我们舒伟跟秦亮可以看一下 你讲这样的话的时候 会不会有这一号表情 不会 不会嘛 对 是耶 是不是 讲话的内容跟表情是牵动的 对 你有没有发现 如果你这样讲话 很自然哦 你的声音会比较柔和 你的脸部的线条也会比较好看 所以我们再说 我们传递给孩子的正向表述 你在沟通上用正向的方式 你所表达的不是只有规范 你还让他 你还表达了什么 我对你的信心 我相信你做得到 还有我很关切你 可是如果你是用负向表述 你会发现 我们不是只有在教小孩 我们不是只有规范 我们同时在传递什么 我在生气 很明显吧 然后第二个表是什么 你这个孩子真坏 所以我们想 刚刚苏伟 这两个体验 你会比较希望 怎么样的一个表现 我会希望当然是 你把汤喝完 爸爸就会再带你来 但是我怕 我女儿会想说 我其实本来就不想再来了 好 OK 好 那所以我们会看到的 当然孩子不一样 但是基本上 我们会看到 基本上孩子在对正向表述的方式 他会比较愿意接受 那如果孩子说 我本来就不想再来的 那当然你可以告诉他说 原来你不喜欢这家餐厅 但是你有点的东西 原则上要喝完 如果喝不完 要带回家 下一餐给你吃 我觉得这是要让他有后果 爱惜食物的一个观念 那这不是吃这家 你下次不来这家 但你到别家也一样 也是一样 你点的东西 有没有把它吃完 爱惜这个食物 会影响到你后面的后果 所以正向表述跟负向表述 一句话讲起来 怎么差那么多 意义是一样 跟怎么讲起来 感觉差非常多 那这个清亮妈妈呢 你可以举个例子 就是你用正向表述跟负向表述 你的小孩子反应差很大吗 我觉得差蛮多的 像我的小孩子 那个小儿子 他比较不规律型的 所以他常常吃东西 例如说没有吃完 他就会把那个东西 不管是水果还是饼干 还是甚至还有饭 就会直接放在那个桌子上 然后都不处理 那时候每次看到这样 我真的会抓狂 我就会说 你为什么每次都这样子 不负责任 不把东西吃完 不然你也要处理好 不要丢在那里 然后后来他每次都说 我就忘了 我就什么 可是后来 我就换了一个方式 说你东西放在那里 如果没处理 你的房间就跑出了蟑螂 跑出老鼠 跑出好多 那个奇奇怪怪的东西 所以呢 我还是希望你赶快把它处理好 等一下再做你别的事情 那我觉得这样的效果 至少他的情绪上面会比较 比较好 对 比较好 那他愿意去做的那个动力呢 对 会比较愿意 比较多 对 所以你知道吗 我听过很多的孩子说 不管是对父母或者对老师 他们都会提到说 有些老师在管我们 我就知道他就是在发脾气 OK 有的老师管我 我会知道他在教我规矩 然后有些孩子会告诉我们 爸爸妈妈在骂我的时候 我知道是我哪里做错了 有的爸爸妈妈在骂我的时候 我就看到 哦 他又抓狂了 你看差这么多 所以很多的小孩在看爸爸妈妈 其实他已经有一个界定 他已经很清楚了 所以当我们用一种比较正向的方式 去表达的时候 可能孩子就会真的觉得说 爸爸妈妈讲的 好像还蛮有道理的 他愿意去接受试试看 这就达到我们的目的了 对 所以我们在说沟通最重要 叫做有沟要怎么样 通 有通 那我再举一个例子 为什么沟通这么重要 你知道有一个爸爸就是 他的孩子五岁 在幼稚园 有一天回来 非常兴高采烈的 就问爸爸说 爸爸爸爸 我到底从哪里来 这个爸爸就想说 哦 还好 你这个爸爸非常先进 我有准备好 怎么进行性教育 OK 所以他就说 来儿子旁边坐着 他就开始跟他谈 动物怎么样的生殖 怎么样交配 谈到最后的 他儿子就满脸狐疑说 哦 隔壁的大雄说 他从花莲来 我是很想知道 我们家到底是从 你会发现我们在说 这叫做有沟没有通 也就是你根本连孩子 他真正好奇 或者他的疑问在哪里 你就一股脑的 把你想说的话 说出去 可是我们平常在 对待孩子经常这样 其实我们没有注意到 他想要了解什么 他的困扰在哪里 我们就是一股脑 把自己想说的话 说出去了 那这样就会有沟 没有通 哦 所以爸爸妈妈听好了 不要一直一股脑 讲自己想讲的话 要听一下 孩子到底想说什么 这个很重要 我们稍后回来 杨老师还有更多实力 要跟大家分享 很多父母亲都是当了父母之后 才真的觉得 当父母亲真的是难为 难怪我们爸爸妈妈都说 当了父母亲之后 你就会知道 就是你当了爸妈 你就会知道 所以在亲子沟通当中 父母亲怎么样去倾听孩子 我们了解沟通 是不是有一些技巧可以教我们 好 我们看到 其实已经大家都知道说 沟通非常重要 可是到底沟通要怎么做 才能够提升它的效能 很多爸爸妈妈 其实也很努力 听听这个 贾家的这个爸爸 是怎么做的 然后再吸收一下 以家的经验是什么 可是有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别家型的通的 我们家不一定行 其实真正要提升 沟通的效能 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那第一个最重要的叫做 要吸收知识 要增广见闻 那特别在家庭沟通 亲子沟通里面 我们会看到 最重要的就是说 凡是对于你要去沟通的对象 能够帮助你了解 他的所有这些知识 都是有帮助的 那我举一个例子 在家里面的例子 你知道吗 很多男女在这个未婚之前 比如说假设 书伟你还没有结婚 然后有一天你开车 不小心跟人家插撞 你打电话给你的女性友人 通常你的女性友人 第一个反应会是什么 插撞了之后 对 他应该会说 赶快找你男朋友 假设你还没有男朋友呢 找警察吧 他会这么实际的给你反应 那秦亮如果是你的女性朋友 你的经验会是什么 我想我会先问他 你有没有受伤 你还好吗 对 多数的女性 其实第一个反应会问 你有没有受伤 你还好吧 可是如果是男性呢 假设一个男性 他更加插撞 打电话给他的男性友人 通常男性第一个回答会是什么 找警察对不对 对了 还有 你会发现 不在乎人啊 其实不是哦 这是男性跟男性的表达 关怀的方式 如果他的男性友人跟他说 你有没有受伤 你很害怕吧 他可能不敢跟他交往了 不合乎我们对性别的一般的理解 可是你看这个女生这样长大 这个男生这样长大 他们各自都没有问题 他们交友上都没有问题 可是有一天他们两个结婚了 好了 这个太太在路上跟人家插撞 打电话给先生 先生第一句话会说什么 就跟你说开车要小心一点 开车这么不小心 好 还有掐弄料安座 掐弄料安座 所以你看到 那个太太马上第一个感觉就是 哦 你关心车 你关心我还多 对 那其实我们在说 如果你了解 这只是两性的差异 那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说 如果你多吸收知识 你对于两性成长的历程不同 所以对很多事情的表达 感受是不一样的 其实夫妻在互动上面 就会容易很多 第一个 这个太太不会这样就怀疑 你都不爱我 但是你还是可以表达嘛 可是我受伤的时候 或我害怕的时候 我比较希望 你先问我 你还好吗 对不对 这可以互相学习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说 知识 你如果了解 男女大不同 你就不会那么生气 同样的对孩子也一样 你知道吗 我常常觉得说我蛮幸运 因为我自己学儿童 跟青少年的发展 所以我的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后 我觉得我好像比较有准备 因为我们有很多研究都指出 青少年只要他以前 小的时候跟你的关系 真的那个沟通是建立起来 还不错 你知道吗 他在重要的价值观上 基本上还是跟爸爸妈妈最像 但是青少年因为要争取独立 所以他会在很多小事跟你不一样 所以他一定传着 跟你的时代不同 对不对 然后他很多细节 生活的习惯会跟你不一样 可是如果你了解 青少年本来就是这样 小事一定要跟爸爸妈妈不同 因为他要独立 可是只要你们的关系不错 其他的大的价值观 不要太担忧 你就会发现你面对孩子 那个青少年装酷的样子 你就不会太焦虑 然后你比较不会在意 孩子在你面前一定要说 妈您说的真是 你讲的好有道理 青少年不可能嘛 小小孩会这样 可是你会去观察 那他后来的行为如何 你也许就感到放心了 所以你看到这些都是 我们了解人 了解的越多 沟通就会越顺畅 所以我们知识更渊博的话 我们就会更能够 在他的立场去想 就觉得这件事情 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 没有那么严重 对 那但是沟通还是可以沟通 对 那所以这是了解沟通的 第一要素就是 你知识要越充足越好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当然是技巧 那其实很有趣 我们常听到一个例子 就是说有一个家里 这个小孩就很高拐 爸爸妈妈怎么说都讲不听 所以后来呢 这个妈妈就去找心理学专家 就去求教了 到底怎么教小孩 结果这个专家就告诉他说呢 天气冷的时候 不要问小孩 要不要穿外套 你要问他 你要穿这件 还是穿那件 你要他吃青菜 你不要问他 你要不要吃青菜 你要问他 你要吃高丽菜 还是吃空心菜 当然没有错 心理学的研究是说 如果你有给他选择的权利 但是你把底线抓住 通常孩子他会觉得 我有自主权 他会比较愿意跟你妥协 那这个妈妈真的回家就用了 哇 用了两个礼拜之后呢 他觉得不错 但是两周后 不去找专家了 专家说怎么样 那一招有效吗 他说是很有效啦 但是昨天我带孩子 去百货公司的时候 他一进去就问我 妈妈今天要给我买飞机 还是要给我买大炮 好 那我们再说 这个其实在技巧 这个叫做雕虫小技 而人跟人的沟通 其实是有几个非常非常基本的技巧 他对于任何的年龄 任何的关系都很有帮助 那因为那个技巧呢 是蛮复杂 蛮大的一个课题 我们也许可以考虑到 下一集再谈 但是我们会看到 技巧是有帮助的 那第三个最重要的叫做 自己的顿悟 什么叫做自己的顿悟 大家都知道说 现在父母难当 对不对 那我以前曾经碰过一个案例 很有趣 有一个妈妈呢 带孩子去参加 她自己的同学会 孩子那小学嘛 那大家的同学年龄都差不多 所以孩子也都差不多 所以孩子一群就在一起玩 玩得很开心 那一天是礼拜六 好了 吃饭玩耍到两点多的时候 妈妈就跟这个孩子讲了 小宝小宝 准备一下 我们该走了 为什么 因为他三点钟要上钢琴课 小宝就说不要啦 我还想玩耶 然后妈妈说不行 我们今天有钢琴课 一定要走 没想到那个孩子 突然冒出一句话来 他说妈妈 你等着瞧好了 哇 书伟 孩子冒出 好可怕哦 怎么样 秦亮 你会不会这样切一下 会哦 好 结果他妈妈就愣了一下 没想到孩子接着说什么 他说你等着瞧 等到你老了 我一定要安排你 礼拜一学钢琴 礼拜二学英文 哇 暑假还要送你去上夏令营 哇 天啊 你看其实还好 他最后这个收尾 其实还蛮可爱 蛮好笑的 但是这个妈妈当下 她说她真的很深刻的被撼动到 就好像那个当头棒喝 哦 我们现在怎么对待她 她将来真的会怎么对待我们 你怎么用什么方式去爱她去沟通 她将来你老了 她就是用这种方式在跟你沟通 在爱你 那刚刚这个有趣的例子 这个妈妈后来有做什么样的改变吗 对 你看到了第一个她顿悟嘛 对 然后第二个她的顿悟就是 她发现就说 对孩子你其实是需要更多的对谈的 比如说这一次来一定是因为 他们事前没有先谈好 那孩子玩得正开心的时候 一定怎么样 一定不想离开 所以下次再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她可能会先跟孩子谈好 我们等一下可能到什么时候就必须要离开 那我知道你可能会玩得很舍不得 但是我们今天是这个 如果你预先讲孩子有心理准备 当下的反应不会那么强烈 第二个 你跟孩子有好的沟通 可能也许你会看到的 有时候父母也需要有点让步 如果今天这件事情不是那么重要 它有一个这么好玩的场合的时候 有没有哪些小事是可以考虑暂停一次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沟通的过程 所以她后来真的调整 哇 太棒了 那请那妈妈呢 有没有什么在 刚刚我们讲的这三个部分里面 从知识来看的话 有没有你跟你小孩子的沟通里面 因为用了知识 然后你们的互动更好的 我的知识里面呢 因为我学了蛮多的亲自沟通的这些课程 所以我是碰到孩子有困扰的时候 比如说他在外面被老师 大部分都是在学校被老师责骂 回来我就会用一些 我们之前上过的一些方法 先处理他的情绪 那这个我觉得在我目前用来 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用的 比如说他被教授 或者是被老师责骂 那一上车就很用力地碰我的车 我要是以前我会觉得说 我的车子要快被你摔坏了 门就快掉了 对 我说我车子惹你 哪里惹你 可是现在我就会觉得说 我就跟他说 帅哥你今天好像很生气 对 心情不太好 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就开始会讲一些 老师最急车了 怎么在课堂上说我什么什么什么 那我后来听他讲完了以后呢 就是会认为会觉得他的情绪 又比较下来 那后面我再会再继续跟他对谈 比如说那这样子 那你后面你要怎么办呢 怎么样去跟老师回应这个东西 他后面就会有一些他自己的 那甚至我问他说 需不需要我帮你 他就说不用 他情绪至少比较平复了 对 我想秦亮的分享非常明确的 就是说他从了解人的情绪 其实是需要先被接纳 跟疏解 接纳疏解之后理性就可以出来 所以我想他对这个有很深刻的理解 接纳跟疏解 那我知道秦亮妈妈好像之前也有跟我们谈到说 小孩子穿衣服这个部分 你好现在运用了你的知识 然后有更好的沟通是不是 这个部分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是我 我从小到现在都一直 一直这一点是我 很困扰吗 有时候现在好一点 以前小时候更困扰 就是因为我那个小的 他非常的注重他的外表 所以从幼稚园 他就非常有他自己穿衣服的主见 你买给他再好的衣服 再名牌 再贵的衣服 只要他觉得那个料子不好 或者是他觉得这个颜色不好看 他绝对不给你穿 那我们都会觉得说 我好不容易 百货根素花了几千块钱 他就给你丢在那里 所以每次上幼稚园 大家为了穿衣服 不是弄得迟到了就是 僵持很久 僵持很久 然后弄得火气很大 那后来他大了一点以后 我发现说其实他真的有一些 对于颜色有他的喜好 他自己的独到的观点 然后甚至那个对材质或什么 就是他的敏感度是非常高的 这点是一天都不能勉强 而且我就是说我体认到 其实每一个人对触感跟那个味觉 或什么东西的那个感觉是不同 对真的非常不同 我们可能觉得麻眠好 可是他可能觉得麻很硬 对 所以琴达宝宝就是 因为你后来理解到说 其实这个世界上 每一个人对触感或对颜色 或对嗅觉 其实都可以有不同的选择 对 然后你就越来越欣赏你儿子的 穿着跟打扮 我开始就尊重他 只要你穿衣服 就是不是说今天很热 然后你穿个很冷的衣服或什么 就是说还算时宜 那我就试着从欣赏的角度 也省了不少钱 是啊 你都不用帮他买 因为你买了他也觉得 不一定我喜欢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 我们因为了解每个人的不同 所以我们愿意去欣赏他 然后慢慢的去减少 亲子之间的冲突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还有更多案例来谈 现在的家长其实比我们上一代的家长 其实已经更乐于成长 然后愿意去阅读很多亲子教养的书籍 或上一些亲子教养的课 可是有一些家长会觉得 好像这一招今天用还蛮有效 明天用就没有效 然后用在这个有效 用在那个没效 那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其实是因为我们人的成长 绝对不是你今天有觉察 明天就完全OK了 就像我们常告诉孩子 你不是昨天才怎么样 今天又如何 其实人是这样的 我们在推动整个父母亲的自我的 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其实任何人的进步 可以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说 你不知道自己这样教小孩是不好的 是不对的 我们讲过很多的例子 可是你就这么做 因为大家都这么做 传统学到就这么做 那第二个阶段就像树伟讲的 很多人开始觉得 过去那个方式确实不好 或者我们在孩子身上已经看到 出现不好的结果 所以你就会开始去寻求好的方法 善的知识 对不对 那但是第二阶段是这样 我已经知道什么是好的了 可是我做起来怎么样 非常不习惯 因为它跟我们过去的经验是不一样的 那要一直做到 你可以很自然而然就做对了 那个已经进到下一个阶段 你对的次数越来越多 那错的次数越来越少 慢慢就会习惯成自然 但是除了这个学习的历程之外 其实人的学习还有一个很重要 人类的学习有个很重要的机制 叫做顿悟 顿悟 那我们看到的 其实佛学里面也一样 佛教里面呢 我们看到那个五祖慧能 为什么传给那个禅宗 为什么传给六祖慧能 其实就是因为他强调顿悟 那我们就 为什么我们再说顿悟对于当父母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这里举一个例子说明 我们以前曾经碰过一个爸爸 一个妈妈非常有趣 他只有一个儿子 所以他非常疼爱 独生子嘛 可是这个妈妈自己因为比较洁癖 他对于整洁跟干净的要求 非常的高 所以虽然很爱孩子 照顾的无为不至 对孩子也很好 但是孩子只要不小心 打破东西或弄翻东西 哇妈妈就圣怒 这个是他个人的习性 那所以呢 因为这样子孩子就怕他 因为明明有时候只是小事啊 妈妈这么的凶悍 孩子就怕他不太敢亲近 所以这个妈妈就像书伟说的 他很努力去听演讲 他也看了很多的亲子书 有没有进步 有 关系慢慢进步 但是一直到有一次呢 他有一个经验 在我们的团体里面 他带来分享 他因为那一次的顿悟的经验 有非常非常大的进步 他说有一天呢 他正好在厨房 就吃过饭了 他在洗碗嘛 结果自己不小心把碗打破了 这时候他的儿子才五岁 儿子刚好还在厨房 还没有离开 他说他儿子就在旁边 看他妈妈怎么收拾 等到妈妈全部都整理好的时候 儿子开口了 儿子说什么 他说妈妈 你有没有发现 你打破碗 我都不会骂你 一个五岁的小男生 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 那个妈妈他就说 他说当下他真的突然就顿悟了 因为孩子只出来 他才发现说 对耶 我们常常不能容许孩子 犯过一次错 再犯第二次 可是孩子对我们 其实是非常的宽容 那他也从那个经验当中 他发现说 其实打破碗 失手是难免的 只是我们是大人嘛 他是孩子 他失手的次数会比较多 所以这个妈妈后来他就讲 他说经过那次事件之后呢 当然孩子还是要教哦 可是孩子真的 再犯类似的错误 他不会那么生气 他还是会教他 怎么样小心 怎么样处理善后 可是他不会那么生气 所以我们在说 其实那很多人就问我说 老师可是这个顿悟得来不易 到底要怎么样 对 得来不易耶 你什么时候才知道可以顿悟 是 那我常常觉得 其实当父母的跟孩子相处 只要愿意什么 抛开面子问题 放下你的身段 为什么我常常讲说 这个妈妈很棒 是因为她已经开始准备好 要改善彼此的关系 所以她可以把面子的问题放下来 你知道如果你之前 自己没有这样的一个准备 很多父母这时候孩子跟你说 妈妈对不起 你有没有发现我都没骂你 他会说你一年摔破几个 我一年才摔破几个 会不会 他还是要顾全 或者说小孩子闭嘴 不要讲话 对 没错 如果他面子问题很严重 其实他是没机会顿悟的 所以也很简单 跟孩子陪伴他成长的过程当中 其实你知道孩子常常同言同语 同言同语 很多时候就会让我们看到盲点 所以跟孩子相处 只要你不要有那么多的面子尊严的这种障碍 你愿意放下身段来听听孩子说 看看他看到什么 其实孩子真的会给你很多机会顿路 抛开面子 其实我们常说孩子像我们的镜子一样 从他的身上就可以反映出 其实我们有一些想法 有一些动作 有一些习惯就在他面前出现了 我们常说做要有做像 做好 然后经常我们就在翘脚 所以因为女生喜欢翘脚嘛 我女儿都跟我讲说 妈妈不能再翘脚了哦 每次他看到我做他就说 嗯 一次 两次 我想好好好 不要不要翘 我觉得就是 把你那个妈妈 就是你好像我比你刚好在上那一层 把它拿掉 对 互相的学习 对 其实我们从很小的小孩子身上 也可以学习到很多 很有趣 或者是我们突然觉得 对啊 我为什么会这样子的一些想法 那琴娜妈妈呢 你有顿悟的时候吗 我自己的经验是 有时候跟小孩子 跟他谈 聊天 不知不觉就会讲了一些道理给他听 太爱讲道理 然后有一次就被我那个儿子猝吵说 妈妈你一直跟我讲说 读大学要读多好的学校 哪一个系比较好什么 你不要把你做不到的 就是说你这一次 你做不到的东西 我大的事情 你愿意统统摆在我的身上 对对对 他真的是这样告诉我 我那时候 那你一觉说 哇天啊你看破我了吗 对对对 那你的反应是什么 那时候我自己突然想到说 我好像自己可能是把那个以前自己没有达到的愿望 或者是一直很希望他能够他能够做到 对 那其实孩子有他的特质 他的事 他的喜好 或者是他自己的倾向 所以后来我就我就跟他说 我只是告诉你 这样子不错啦 你可以选择一下 你自己可以斟酌看看 我只是提供你参考 那后来他应该也会觉得说 妈妈有转变 妈妈好像不再那么啰嗦了 对我后来我就真的尊重他的意愿 我不再勉强他 就是说一直灌输他要些什么 那因为我也了解孩子本身是不能勉强的 对 我觉得当了妈妈之后 我自己当妈妈 我都有一个体悟是 当了妈妈之后有一个本能 有个天性 就是很啰嗦 以前我是 没有当妈妈之下 我都觉得 哇妈妈我怎么讲那么多 一切事情一直重复讲 重复讲 然后当妈妈之后绝对不会这样 后来我发现我当妈妈之后 什么同意是一直讲 一直讲 一直讲 然后有一天我就吓到了 我想说 天啊 我为什么跟我妈妈一样 所以我就 我后来去观察 我很多周边的朋友 当了妈妈之后 哇 一个比一个爱讲 所以我就想说 那我现在的功课就是 我学着不要这么啰嗦 我不要再啰嗦了 然后就慢慢慢慢慢慢 好像 家里的气氛也会越来越好 所以顿悟有时候是神来一笔 但是我们要自我察觉很重要 但是你准备好 当顿悟的机会来的时候 你真的才有办法掌握住它 所以怎么样提升自我觉察呢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方法 可以来练习 那提升自我觉察 老师要先讲一两个方法 好 现在可以分享一下 好 第一个呢 当然很重要 就是像刚刚大家都有提的嘛 孩子当他给你一些回应的时候 你愿不愿意打开心胸来接受 所以第一个就是你真的要打开心胸 孩子的话你要听进去 你才有机会从他把它当成镜子 真的看到自己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当然我们在讲说 提升自己对自己的敏感度 那以前其实我们知道呢 我们从小都念叫做 无日山省无神 其实我觉得那个省并不见得 一定叫做反省 每天要去想 我到底做错什么事 我哪里不好 而是每天要留一点时间 跟自己对话 其实像我自己工作也很忙 可是我带两个孩子的 这个成长的历程 有时候白天如果跟孩子 有一些摩擦 其实晚上我自己 会花一点时间去想 到底我当时在执着什么 我当时的心情是什么 然后为什么我会有 那个所谓的过去的 妈妈的那个影子跑出来 到底我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就要去体察那一部分之后呢 慢慢地对自己的 就像刚书位讲 因为你有发现说 哦 我真的啰嗦了 你有这个感觉 你将来就会比较不啰嗦 因为你那提醒的机制就会出来 好 自我察觉 我一直很好奇 因为我们自从跟杨立荣老师 请他来上我们节目 我都觉得杨老师always就是 非常的nice 然后情绪就非常的平稳 然后对任何人都非常的好 老师你在家里 也有抓狂的时候吗 可以告诉我们一两次吗 好 我讲了 有一次呢 我有一个朋友打电话来我家 然后刚好是我们家妹妹接的 然后呢 这个朋友就说 我要找你妈 请问你妈在做什么 我们家妹妹说 哦 她正在骂姐姐 我们家朋友马上就说 拜托下次你妈妈骂人的时候 你提早通知我 我真的很想听听看 她是 那其实我要说 我觉得真的很庆幸 其实我本来的个性是很急躁的 我其实是一个很急躁 就是说 然后但是因为我觉得我所学的 就像我说的 我们有学了一些知识 我们练习了一些技巧 那使得我慢慢调整我的个性 嗯 所以 原本我都觉得说 嗯 杨丽荣老师 他应该没有生气的时候 情绪都是非常好 但是杨丽荣老师告诉我们说 其实我们都是一路的在学习 对 然后一路的自我察觉 自我认识 然后自我调整 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哇 很难相信杨丽荣老师说 他年轻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脾气很急躁的人 因为现在杨丽荣老师呢 讲话都是从容不迫 然后非常的和缓 然后轻声细语的 老师你怎么去调整的 嗯 其实就是我们刚提到的 我觉得知识是真的很有帮助 因为我自己在一路学 这个心理学其实就是了解人 那不只了解你爱的对象 还有了解自己 所以我觉得那些知识 对我很有帮助 我还记得我 因为我在硕士研究的是 儿童心理嘛 我要毕业的时候 我的指导教授就跟我说 哎 李荣 你选择儿童心理就对了 因为进可供退可守 什么意思 他说进可供就是 你如果要工作 这个知识有帮助 如果你没有工作 你要在家里当妈妈 他也很有帮助 那我确实有这个感觉 所以我在带两个孩子的过程当中 我大概大发雷霆的次数真的不多 那第二个当然是有一些技巧 我们有一些技巧 可以让自己比较身心放松 我们也有一些技巧 比较可以去探索自我 所以就比较容易去处理 那第三个当然 我觉得自我觉察 因为其实我们在学心理学的过程 一天到晚在被当头棒喝 我们在学智商过程 很多老师会给我们机会看到自己 那所以我觉得我当了妈妈之后 这个自我觉察的能力 也真的还不错 刚刚秦娘讲的 我们会把自己的梦想 放在孩子身上 你不要说 杨老师学过 也是会这样的 是会也会吗 那我就在说 但是我觉得我觉察还不错 就是我的孩子 我记得我们大女儿 国小大概是四年级的时候 那因为她学小提琴 而且琴真的拉得不错 所以呢 有一次呢 快要母亲节了 她有一天从学校回来 就跟我说 妈 我跟你说 学校母亲节有才艺表演 但是我一定不要上台 她一回来就先讲了 那我当然就很好奇 我说很有趣啊 你拉得这么好 为什么不要上台 她就跟我讲了很多理由 什么学长学姐会笑她等等 那你知道我是自认开明 我就跟她说 哦 学琴是你的事 那如果你不想 我一定不勉强你 可是我才讲完这句话 又开始一直游说她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啊 你拉琴 如果有机会表演 等等等等 你会更进步耶 她就跟我说 我不要 然后我就说 好 那妈妈很开明 你如果不表演 我一定不勉强你 可是我接着又继续游说她 我游说了三次之后 我们的女儿 突然瞪了很大的眼睛 她问我说 妈妈 如果我去表演 你是不是会觉得很有面子 你知道吗 跟爸妈的面子 其实有很大关系 其实是有关 我当下弄了一下 我自问自己 确实啊 其实为什么 我一直要鼓吹她去表演 当然这样会进步 没错 最重要的还是 她表现得很好 人家会说 这是谁家的女儿 那我当下真的有顿悟 所以我当下就放下了 我马上跟她讲说 对哦 我发现妈妈 原来其实一直要你去 是因为 你拉得那么好 然后人家就会说 哇 你们家女儿好棒 我就会觉得好有面子 你知道她马上说 好 为了你 我去 哇 那我为什么要说这个事情 是因为 父母如果有觉察 其实你知道吗 在亲子关系当中 我们也常常为了孩子 做一些 做一些自我的 比较压抑等等 孩子其实也愿意 但是你必须很真实的 对自己 你到底是为她好 还是其实有时候 是为了自己 为了满足自己的部分 对 所以我觉得 我们过去所受的训练 使得我们在这个 自我觉察上面 可能比较快 比较快 那所以进步就 就速度也会比较好 那老师也有告诉我们说 有一些技巧可以学习 那接下来老师要带着 雷达来侦测我们的情绪 要怎么做 我们就在说 平常在家里 也可以用这个练习 那这个练习 除了爸爸们能做之外 也可以带着孩子 一起练习 来提升我们自己的 觉察的能力 我们先从一个 比较简单的 叫做视觉雷达 视觉雷达 等一下我们三个轮着说 好 我们就现在的现场 你看到任何东西 你就讲 那比如等下书伟先 然后再来请量 再来我 前面的人讲过的 你不可以重复 OK 好吗 看到任何东西都可以 都可以讲 OK 好 摄影机 镜头 电视 摄影师 事物柜 桌子 椅子 图画 遗事卡 照片 杯子 好 试觉都很快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再换一个 比较抽象的 讲心里面的感受 现在的感受就好了 OK 好 从书伟开始 现在的感受 我快要下班了 好棒 好棒 现在对的摄影机 有紧张 有点紧张 我觉得有一点 微微的温度 我觉得摄影棚 有点冷 这里面 大家都很漂亮 我觉得有点兴奋 因为快要收工了 我觉得椅子座有点痛 因为今天录太多集了 好 我们可以暂停一下 你会发现 就是说 其实在日常生活 也跟你跟孩子 玩这样的游戏 不管是我们的感官的 物理上的感觉 或者是心理的感受 尤其在家里 如果你玩这样的游戏 大家先讲 只讲正面的感受 正面的情绪 然后第二轮再讲 负面的情绪 你知道就让 大人跟小孩 都对人的所谓的 情绪感受 会比较 有更多的词汇 可以来描述 那因为这样 其实你很自然 对自己的情绪的敏感度 就会提升 所以这个雷达游戏 在家里都可以玩 我们随时就跟自己的孩子 或者另外一半 来描述一下当下的感受 看到的跟感受到的 有的时候都觉得生活太忙碌 都没有时间去感受一下 周遭的环境 或者感受一下云长什么样子 风出来的感觉 所以视觉跟触觉的感受 还有心理的感受 那最重要是 其实这样的练习 每天不需要花很多时间 但是它对于提升 我们的亲子沟通的品质 有关系 为什么 沟通品质要好 最重要就是 我可以感受 你的感觉是什么 那有的父母呢 他也很努力学技巧 可是他说不上来 每次都问孩子 那你一定觉得很棒吧 第二天来又 那你觉得很棒吧 后来孩子就说 我今天是难过 我今天不是叫好棒 其实沟通里面 除了技巧之外 你对对方的感受 越能够觉察 那个管道就会越顺畅 所以这个游戏 其实真的很有防止 对 好 我们在家里可以试试看 这个雷达的小小游戏 然后来看看 我们在一个空间里头 每一个人对这个空间的感受 是什么 然后你可能就会发现说 原来他感受到的 我怎么一点也没感受到 难怪他当当在生气 难怪他觉得不舒服 或者难怪他今天 好像愁眉苦脸 所以我们今天学习到的是 怎么样在我们的 跟孩子沟通当中 去教导孩子 去找到自己的自信 并且从自信当中 去找到自己自我的感觉 然后跟家长的沟通 可以越来越良好 今天也非常谢谢 两位专家聊到现场的分享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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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